PS5容易坏吗? 先说结果,我认为PS5,Xbox,Switch这种游戏机产品质量还好,不容易坏。 其实像这种国际品牌的知名产品品控还是不错的,就像iPhone手机一样。 那什么样的产品容易出问题呢?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采用不成熟的方案或者设计不合理的产品, 比如高通骁龙888的手机,耗电量惊人,发热量巨大,而且运行不稳定。 这种情况其实不止在手机圈才有,比如当年的Xbox 360的三红问题, 还有现在PS5和Switch手柄摇杆的飘移问题。 第二种情况,那就是为了压低价格,过分控制成本的产品。 比如小米手机卖3500,红米手机卖2000, 他们用的都是一样的SoC,而且是一样的存储容量。 那你觉得哪个更容易出问题? 根据我多年用小米社区的经验来看, 红米用户抱怨的数量远大于小米数字手机的用户, 他们反馈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和手机圈相比,游戏机好得多。 毕竟游戏机的迭代时间比较长,一般是8年才换代, 手机一般是一年换一代。 当代的PS5和Xbox使用的都是比较成熟稳定的主流方案。 Switch更是使用非常过时的技术的再思考, 加上他们都已经发布几年了, 就算有小毛病也早就被修复了, 毕竟全球的销量摆在那。 如果真有批量问题, 对于厂家来说不仅会带来高昂的售后成本, 而且还会影响品牌的口碑。 所以这种产品在设计和制造的时候都是经过千锤百列的。 我把游戏机说得那么好, 为什么我的PS5和手柄经常坏呢? 其实很早的时候, 我的PS2手柄因为长时间不玩, 那个摇杆帽都黏了。 有一只手柄用了5年, 那个摇杆也飘移了。 手柄是消耗品, 这都是正常现象。 所以像游戏机, 主机一般都是质保两年, 而手柄质保一年。 当年我朋友说我的NDSL掌机, 说按键很棒。 他说老任在这方面就是比索尼强, 因为他的PSP摇杆已经修过一次了。 然后我又看了一下我的NDSL, 好像没有摇杆, 只有十字键。 这台NDSL是2005年买的, 18年过去了, 现在还能用。 另外我的PS4也是国行的, 用了三年手柄也没坏, 和新的一样, 非常抗躁。 我坏过三次PS5手柄, 都是随PS5主机附带的那只白色的, 我感觉如果是自己单买的手柄, 质量应该好一些。 所以你觉得PS5这种游戏机容易坏吗? 欢迎写到评论区。